华联市公所爱新年菜列车1月24号抵达黎明教养院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向黎明机构的执行长梁桂花 还有教养院的院长邱淑仪及所有的院生和员工表达了新年祝贺之意 市长表示说市公所透过外汇方式提前让院生们围炉过年 希望在岁末年中之际可以为院生带来满满的爱与温暖 华联市公所送给黎明教养院18桌爱新年菜 1月25号送达了教养院 一道道年菜端上桌 院生们祷告感谢上帝恩典后开心的大块朵仪 现场还有社工杰老师协助行动不便的被照顾服务者来用餐 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仪感谢华联市公所每到节庆的时候 都会致政慰问津为院生来加菜 更连续多年提供了爱新年菜 让院生感受到围鲁欢聚的氛围 今天非常感谢市长在除夕年前特别想到了黎明教养院 也帮着一个一年一度我们服务对象 也就是我们院生非常期待的跟市长围鲁就设在今天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也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度过难关 也持续为我们黎明教养院加油打气 因为过年期间服务对象都有一个想回家的心 也帮助我们回家能够快快乐乐的回家平平安安的回教养院 市长威嘉贤对于黎明的社工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无比的爱心与耐心 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们至上了最崇高的敬意 那特别也要感谢黎明教养院的所有师生员工同工的部分 长期来对于每一位特殊的孩子用心的照顾 让每一个家庭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付在黎明教养院 那今天幻师公所也是巡网力的部分来办理相关的围鲁 那也叫了一些年菜让这些孩子能够欢度新年欢度过年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只在我们的黎明教养院的一楼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致政感谢 那也希望未来黎明教养院的孩子师生们都永远都能够 在经费无余的情况之下能够继续照顾好孩子 也能够建立更好的环境 让孩子到职场上面训练也能够增加更多的技能 市长也期盼未来有更多人关心周朝弱势家庭 包括黎明教养院或者是其他的社福机构都可以得到善款益助 度过资金缺口难关 而施工所也会透过社福资源准合平台帮助社福机构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